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喜欢一个人 会去主动追求 女人喜欢一个人 就会演变成暗恋 偷偷地喜欢她 男人要是觉察不到女人的暗恋 那么就会错过这份缘分 只能成为今生的遗憾 情不知所起 而亦往情深 喜欢一个人 也许都找不到喜欢她的原因 可就是对她动了情 对她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就会心心念念与她 就会想和她发生点故事 任何女人都会有情的产生 无论她是高矮胖瘦 无论她是热情洋溢的女人 亦或是冰冷高傲的女人 都会喜欢上男人 只不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罢了 喜欢一个人是掩盖不住的 即使嘴上不说 但她的一举一动 也都能透露出她的喜欢与深情 喜欢一个人 对一个人动了情 她所有的情与爱 都会从心底不知不觉流露 都会从眼神中跑出来 都是体现在行动上 她以为她隐藏得很好 但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那种喜欢是藏不住的 但感情这件事 总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总是能看清楚别人的感情 可当有人喜欢自己的时候 却又看不清楚他的喜欢 无法确定他对自己的感情 男人越是喜欢一个人 就越看不清女人的真心 也无法确定女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外人都看出了女人对他的喜欢 可他就是不敢确定 其实 当一个女人对男人动情后 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这两个字 默许 当你发现他在很多时刻 很多事情上默许你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那背后藏着的就是一份深情 一 他不对你划清界限 你可以随意靠近 对于普通异性 女人是会和他划清界限的 不仅不允许他靠近自己 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 而且会划清和他的关系 绝不允许他和自己走得太近 不会接受他的关心 不会允许他和自己开玩笑 不允许他和自己有暧昧 只会保持最纯洁的普通朋友关系 他对每个没有好感的异性都有一把尺 不给他们得寸进尺的机会 而当女人喜欢了一个男人 对他动了情 那么就不会和他划清界限 他可以以任意方式与自己相处 不介意他靠近自己 不管是心与心的靠近 还是身体和身体的靠近 会接纳他对自己的好 会接纳他对自己的关心 甚至都不会介意他对自己开暧昧的玩笑 在他的面前 更多的时候是腼腆与害羞 对于他的靠近并非是抗拒的 而是默许他的主动靠近 就拿晚安举个例子 对你无好感的女人并不喜欢你对他说晚安 他心里会介意 会反感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晚安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他不回应你 就是对你的拒绝 他会和你划清界限 不接受你的晚安 也不允许你对他说晚安 而心里喜欢你的女人 会默许你的晚安 会欣然接受 也会及时回应 每次当你说晚安的时候 他也会回应你一句 晚安 这种默许你有些暧昧的举动 就透露出他对你的别样情感 二 他对你不设防范 你可以为所欲为 出于对自我的保护 每个人都会对别人加以防范 尤其是女人 防范意识更强 不仅会防范陌生人 也会特别防范异性 所谓的防范 就是一种提防 特别小心谨慎 会禁止他的举动与行为 比如会禁止他窥探自己的隐私 会拒绝他送自己回家 总之对于异性会格外的谨慎 一直防着他对自己图谋不轨 但当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 就会对他解除一切防范 而对他不设防 默许他的一切行为举动 不介意他打听自己的隐私 不介意把自己的家庭情况 自己的情感经历告诉他 不介意他在面前喝醉酒 也不介意他送自己回家 会给他可乘之机 因为心里喜欢就会心甘情愿 而且巴不得能发生点故事 关系能得到突破 不介意他翻看自己的手机 知道自己的银行卡密码 对他不留有任何秘密 那是一种信任 那是一种情深义切 甚至可以理解为 你可以对他为所欲为 你对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会默许不拒绝 而把你视为他最亲最近的人 三 他把你当自己人 默许你的需要与依赖 女人喜欢上一个人 不单单想得到他的喜欢与宠爱 其实也愿意成为他的依靠 给他帮助 给他力量 为他付出 也就是说女人动情于一个人 不单单想从他那里索取 更想对他有所付出 希望他过得好 过得开心 过得快乐 而自己愿意为他做一切 当他需要自己的时候 就义不容辞挺身而出 只要是他有求于自己的事情 想方设法也会办到 当他需要自己的时候 会毫不犹豫 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 他会默许你对他的需要与依赖 他的肩膀虽然窄 但愿意让你依靠 成为你的精神支柱 哪怕没有名分 并不能以你女朋友的名义 和你相处 也愿意一直默默地在你身旁 支持你 帮助你 成为你最得力 最给力的伙伴 因为在他的心里 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 你已经是他最重要 最牵挂 最在乎的人 无可替代 所以当你发现 一个女人对你总是有求必应 从不会拒绝你 总在背后默默支持你 那么他就是在喜欢你 不要再傻傻地不懂了 情感总结 所谓的动情 就是他的那颗心 开始为你而跳动 他的那份情只为你而燃烧 他的心里有了你的位置 而满心是你 满眼是你 从此于他而言 你就是最特别的那个人 他会主动对你敞开心扉 接受你的主动 接受你的靠近 对你从不拒绝 只有默许 似乎你已经是他的人了 甚至他会暗暗下决心 一定要慢慢走进你的生活 成为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成为和你相伴一生的人 所以遇到了那个 对你有诸多默许的女人 一定要珍惜了 她在默默喜欢着你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欢迎订阅